大家好 我是中醫師余雅雯 我今天要幫大家介紹是端午節常見的艾草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株植物 這裡是我們中藥常用的藥材 它有什麼功能呢 第一個 它能夠溫經通絡 所以在一些痛經的婦女上 我常常開這一味藥 而且它有個特色 可以通行12條經絡 這在所有的中藥中 是很難得見的一個特性 在我們日常生活 也常常看到它的中藝 比如說像市場上看到的草花櫃 也是外面的外皮是由艾草做成的 還有我們在中醫診所常看到的艾揪療法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常常用這個艾草 揉捏成艾草棒 稍濁它 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艾揪療法 艾揪療法其實是我們稍濁完之後 在我們的皮膚做一個旋揪 我們的藥效就可以滲到皮下通行經絡 再如果再方便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溫揪器 這樣子有一個方便的方法可以預防桌上 因為它底下是有網子 所以我們常常用來做溫期的動作 或者是在肢體上有比較痠痛 氣血循環不良的時候 在局部做一個穴位的刺激 你有沒有好好認識這一位藥物呢 在想也能看見